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买下一支NBA球队需要多少钱才办得到 富比市杂志日前公布NBA球队市价30支队伍 全数超过10亿美元 约薪台币295亿 创下NBA史上首次 其中纽约尼克连续三年名列第一 垫底的则是纽奥良体湖 根据富比市统计 2014年平均一支球队6 34亿该年期而往 Adam Silva2月接任总裁 当时全联盟球队总价值190亿 而现今30支球队平均要价16 5亿美元 是5年前均价的3倍以上 总价值则达到了500亿美元 尼克连续三年第一 资料照美联社 今年的统计里 尼克以36亿美元连续三年第一 其次为洛杉矶活人33亿 荆州勇士31亿 芝加哥公有26亿 汉波士顿塞尔提克25亿 众多队伍中以修士顿火箭涨幅33% 最高德州富商费尔提塔 Tillman Fetita去年9月宣布以22亿美元 约新台币661亿元接手 而最受瞩目的则是荆州勇士 1991年勇士以5000万美元登上台行榜第18 但他们在2010年以4、5亿美元被收购 当时创下NBA记录 现在的加码又成长了7倍 二座总冠军 和即将在2019-20 启用的新球场大通中心 皆是增值的原因 勇士三年二关 球队身价野水长船高 资料照 USA TODAY 与勇士相反 连续三年 在总冠军赛强碰的克利夫兰奇事 因为球员高薪合约以及奢侈税 成为联盟唯一经营亏损的球队 排序调到第15名 此外 在9月EPSM取得NBA机密财务文件中 有10支球队在收入分成前呈现亏损 而获利最多的未活人队一 154亿和勇士9190万 其是因为奢侈税和球员合约亏损 资料照 法新社